其實今時今日,警方和漁護署對於保護動物的意識 都是非常守舊和被動的 踢一踢,動一動 特別是警方方面,資源錯配 我們現在需要在一個專責的動物警察部門 去處理一些弱速的案件 而不是隨便找CID接電話查一查,算數不了了之 等於好像對付我們示威者,就找一些反黑的來抓我們 好心理,如果要投放資源的,就不是買多少水炮車 而整一隊是專業訓練的動物警察 去保護一些動物免受弱速傷害 喂,動物都有感覺的 動物被人打的時候是會痛的,是會叫的 而再者,漁護署其實都要投放多些資源,全面改革 現在香港是有很多這些流浪動物 現在政府抓到流浪動物,就人道毀滅算數 就好像清垃圾那樣清,但其實不是這樣做的 我們需要從動物的角度出發 我們怎樣去規管這些繁殖 去鼓勵一些領養 而不是將這個繁殖動物變成一盤生意這樣做 到最後的結果就是被遺棄的動物餓死街頭 其實作為人,無論有沒有養寵物都好 我們都需要愛護他們 希望你們可以在1月20日 參加我餐動保大遊行 記住出來 無論你有沒有養寵物都好 都一定要出來 我們來一下 我們可以去教導 我們不要去判斷 教練 其實是我們在一頭 我不會去判斷 我們去判斷 我們要去判斷 那應該是 我會去判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